这几天的气温变化十分大 甚至还出现了断崖式的奏降 农作物以及家畜都有可能会因为低温受到了寒害影响 透过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养鸡业者是忙着将帆布给放下 就是担心鸡脂受寒受冻 不只用帆布来挡风 而且担心幼小的小鸡羽翼还没有丰满 可以来保暖 因此特别用瓦斯暖炉来替鸡脂保暖